天空一個個火光閃爍 伴隨劇烈爆炸聲響 以色列民眾直擊自家鐵窮防空系統 跟來自加薩的哈馬斯火箭彈 空中激戰 砸了數十億建構的鐵窮防空系統 號稱攔截率九成 但這回以色列卻死傷慘重 保護傘慘被打穿 哈馬斯火箭彈數量實在太多 再加上以色列犯下最嚴重的情報錯誤 這次哈馬斯卻能發動複雜突襲 趁著火箭彈攻擊之際 還有五中分子多路進攻 從海陸空越過邊境 甚至用滑翔傘入侵以色列 五中分子 大開殺戒用炮彈直接擊落 以色列戰機 圍攻以色列士兵的畫面 也在網路流傳 境內二十二地點爆發激戰 另外還有六名女兵被抓住 部隊指揮官一樣淪為俘虜 一連串失誤 凸顯以色列國防單位出披露 現在全力反擊 死傷恐怕持續擴大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